好 说到地震来看到921满十周年 那么南投民间昨天也发生规模6的地震 外界非常忧心 是不是921大地震车龙普断层带 又引发了后续效应呢 不过台大地质专家学者来看这一次的地震 和921的车龙普断层毫无相关 很可能是另一个未知盲断层正在火药 车龙普断层的这个系统 它是比较属于地壳下半部的一个断层的一个系统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认为说 既然它是这个921所引发的这个地震活动的话 它应该是像这个地震 它还是比较下半地壳比较深一点点 而且像这样的如果说它有断层的话 它没有出落到地表 从这个断层的这个地震的发生的位置看起来 就是说在它的上半部是属于 就是921地震活动的这个区域 在上半部的这个能量的释放式上 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断层系统只是它在下半地壳的一个硬力调整 它应该就引发其他断层系统的这个可能性 是相对的比较低 对比较高地上的东西